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天翼马信息产业股份有机公司总经理马徐沛 就支持汕头建设新时代数字经济特区提出建议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奋发有为推动汕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汕头各界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113周年大会召开 引导激励全市广大妇女 以主人翁姿态投身现代化国立经济特区建设的崭新实践 或是森林火险红色预警持续生效 各地落实措施切实加强防面火工作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三月八号星期三农历二月十七 欢迎收看闪头新闻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在这里我们祝全市妇女姐妹们节日快乐 请看新闻的详细报道 3月6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届委员时强调 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三个没有变 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振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发展的信心 在我是女企业家中引起热烈反响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在这个属于女性的节日里 女企业家们更是坚定了做大做强企业的责任和信心 纷纷表示 在新时代新增城上将青庄上阵大胆前行 为汕头走好走实 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贡献金国力量 助推汕头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眼下广东华盛民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迎来生产旺季 车间一片繁忙 工人开足马力赶订单 企业扎根汕头26年 成长为新材料产业大军的领头羊 改革开放40多年来 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 游弱变强 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汕头 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7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和97%的经济单位数量 成为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在这片民营经济热土上 也成长出一批赶闯赶世力争上游的优秀女企业家 今年 扇头市女企业家协会还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民营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提供根本的遵循 为民营企业家鼓舞了信心 鼓足了干净 稳定了预期 我们又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转化为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习总书记说 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 这句话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特别是中首位企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一定会奋发向上 争取更大的进步 民营企业提振信心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是经济复苏的最强动力 当前 民营企业发展有挑战也有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 急于支持 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 急于指导 这让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 当前 我是郑坚持制造业当家 坚定不移走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构建三星两特一大产业格局 并出台一系列扶持优惠政策 让民营企业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创新活力充分奔发 迎来发展的大好时代和广阔舞台 我是女企业家表示 将深耕各自的产业领域 创新实干奋勇争先 为汕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贡献经国力量 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不动摇 三个没有变 始终把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 总书记的讲话令我们深受鼓舞 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增强使命感 做好药品销售和医疗服务工作 展现女企业家的担当作为 助力我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我们要增强使命感 把原来床床行业模式 转化成高质量的智能智障 这需要增加很多自动化事倍 助力我是工业力士 产业强势的发展 上头商业综合体发展很快 这也是咱们民营经济的重要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放开手脚 做大做强我们的业态 进一步激发全市消费市场活力 提振市场经济 助推全市民营经济的发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这也是数字经济第六年 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近年来我是围绕国家战略部署 发挥亚太地缘门户的区位优势 以及国际通信基础设施的先发优势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天一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钱公司 总经理马学佩建议 支持汕头建设新时代数字经济特区 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产业 高质量发展 2021年5月 工信部批复同意 设立汕头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 汕头成为国内唯一一个 同时拥有国际海揽站和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的经济特区 在面向东盟和亚太地区数据传输方面 具有实验最短 宽带充足 通信可靠性高等优势 去年7月 工信部联合广东省政府在我市成功举办 2022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 18家相关行业头部企业项目签约落户 极大提升了我市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记者获悉 工信部已批复同意 今年6月举办2023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 作为数字经济行业的从业者 马学佩一直持续关注产业发展动向 对汕头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的永久会址 感到高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 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当前汕头正推动数字赋能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积极打造新时代数字经济特期 报告为汕头的高质量发展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动论 汕头建设数字经济特区具有五大优势 一是国际通信基础设施的先发优势 第二是以桥为桥的外向型经济优势 第三是不设国内及亚太地区的独特区位优势 四是特区利用立法权的政策创新优势 五是速度经济的创新发展 发挥的平台优势 汕头在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优势独特 其中汕头国际海揽登陆站 是中国大陆三大成规模的国际海揽登陆站之一 其出口宽带占我国国际出口宽带的 百分之三十四点三 共有三个系统五条国际海揽 经过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马学佩指出 作为中国最先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 汕头拥有特区立法权的政策创新优势 当前汕头正利用特区立法权 加快制定出台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吸引各方面的要素急剧 打破机制障碍 为汕头打造数字经济特区 构建具体可行的顶层设计 提供强有力的法治支撑 马学佩建议 恳请国家支持汕头 建设新时代数字经济特区 进一步服务数字经济时代 一带一路建设 为数字中国建设做出汕头贡献 汕头作为全国著名桥乡 通过打造新时代数字经济特区 可以吸引大批海外侨胞 共谋中国数字经济建设发展 因此我非常期待和请求 国家支持汕头建设 新时代数字经济特区 其核心内容 为支持汕头建设 国际数据的交换枢 实现跨境数据安全流通 合规交汇 高效处理和便捷交易 助力广东建立数字经济 国际合作新模式 服务数字经济时代 一带一路的建设 为数字中国建设 做出汕头贡献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中央政治局第三次 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以及对内蒙古阿拉扇佐奇 新井美业有限公司 露天美矿坍塌事故 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传达学习 省有关会议 及文件精神 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市委书记温战斌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 是在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 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 十分重要的会议 要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公报 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届 一中全会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成就 充分认识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 始终忠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 落地落实 要牢牢把握三个更好统筹 坚持实体经济为本 制造业当家 加快推进百线千镇万村 高质量发展工程 绿美汕头生态建设 和工业力士产业强势等 重点工作 狠抓固定资产投资 和重点项目建设 扎实开展常态化走访服务企业活动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奋力推动汕头 高质量发展 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和党的建设 精心组织开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 持之以恒 政风速记反腐 营造封经济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会议强调 要大力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完善科技创新政策服务 强化创新平台 载体建设 加快规划建设 汕头科学城 加强南澳科学会议品牌打造 加大招财影致力度 全面提升 我市科技创新驱动力和影响力 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 新优势 要始终绷紧 安全生产这根弦 落实落系属地管理 部门监管 企业主体责任 全面深入 抓好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加强非煤矿山 微化瓶企业安全管理 扎实做好 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 强化道路交通安全执法 最大限度 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还同时套开 是新冠感染防控指挥部会议 强调 要扎实做好 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 从组织 能力 体系等方面 完善相关机制和举措 健强卫生健康服务体系 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和风险防范 坚决守住疫情防控阵地 要落实好 以类仪管各项措施 完善传染病 疫情监测 预警处置机制 保持校园防控体系 高效运转 持续强化农村疫情防控 建立完善 防控救治 物资储备机制 保持各级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有效运转 为新阶段 疫情防控工作 提供有利保障 今天 我是举行各界妇女 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113周年大会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宋书记 关于妇女工作的 重要论述精神 引导激励 全市广大妇女 忠诚拥护 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以主人翁姿态 投身现代化 活力经济特区建设的 崭新实践 在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 汕头篇章中 贡献 中国力量 市委书记 温战斌 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 秘书长赖小卫 主持会议 会上 全市各界妇女代表 欢聚一堂 共庆节日 温战斌代表 市委市政府 向广大妇女 致以诚挚问候 向全体妇女工作者 各级妇联干部 以及关心支持 汕头妇女事业发展的 各界人士 表示衷心感谢 他指出 广大汕头妇女 孝老爱卿 贤惠顾家 自信自强 在各条战线 永挑重担 争创一流 为维护家庭和睦 促进社会和谐 推动汕头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重 过去一年 全市各级 互联组组织 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牢牢把握妇女工作方向 在团结凝聚妇女力量 促进妇女就业创业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等方面 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值得充分肯定 温战斌勉励全市妇女 要锻造听党话 跟党走的政治品格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明清筑魂 爱党爱国 志存高原 努力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 文明风尚的倡导者 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要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心大局 爱党敬业创先争忧 努力在推进工业力士 产业强势等中心工作 干出一流业绩 为汕头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迎头赶上 贡献智慧和力量 要展现新时代女性最美风采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深入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培育健康向上的和美加峰 推动形成文明和谐的社会兴风 要谱写更加绚丽人生篇章 坚持自我提升 发扬奋斗精神 努力成为自尊 自信 自立 自强的新时代女性 在追求美好生活中 实现人生价值 温战斌强调 全市各级互联组织 要依法维护妇女权益 用心用情服务妇女 真正当好妇女群众的娘家人 全市各级党委 要支持妇联工作 引导全社会 形成尊重妇女 关爱妇女 保护妇女的浓厚氛围 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 重视和支持妇女事业 为广大妇女彰显 金国风采 书写人生华章 营造良好环境 会议宣读了 关于授予善头市人大成委会办公室组织科 等55个岗位 金国文明港称号的决定 为获得2022年度 善头市金国文明港代表颁发牌匾 市金国文明港代表 在会上做交流发言 市领导叶贤 林曼 王雪竹 蔡荣 市政协原副主席 蔡佩农 陈荣 出席会议 我们单位的这个 今年受到了全国金国文明港的荣誉称号 但这不是我们的终点 而是我们的起点 我们将会用实际行动 把人民的满意作为标识 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 作为善头市金国文明港市税务局收入核算科的一员 我将以今天的大会作为新的起点 持续优化税费服务方式 助力善头改善营商环境 沾显新时代女性的责任和当当 我们将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 用平凡温暖的岁月 把付出许给正义 以高质量的司法 服务善头高质量发展 3月8号 市政协十字届二次会议提案交办会议召开 对市政协十字届二次会议提案进行集中交办 部署2023年度提案办理工作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邱一辉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许洪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政协副主席陈胜泉 林一鸣 陈妍 蔡荣 陈列峰 周昭勇 黄丽飞 马清亮出席会议 会上通报了市政协十字届二次会议提案征集审查情况 市政协十字届二次会议期间 市政协委员 政协各专委会和各参加单位 共提交提案294件 经审查立案251件 推动玩具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公改工 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12件提案 被确定为重点提案 会议强调 党的二十大对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做出新部署 提出新要求 为做好新时代政协提案工作提供了遵循 要增强做好提案办理工作的职责使命 用心用情用力提高提案办理质量 努力将委员履职成果 转化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 立足实施办实 突出办理质量 强化办理协商 增强办理规范 全方位提升办理效率和质量 进一步释放提案办理工作效能 要坚持守正创新 强化督查督办 完善督办联动机制 创新提案宣传方式 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合力推进提案工作 拓展新局面 实现新发展 3月8号上午 由市复联 市文明办 市教育局 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主办 汕头荣媒集团等单位承办的 新复能 加和美 汕头市复联 心理健康公益项目 正式启动 市领导赖小卫 出席启动仪式 项目将以线上直播 加线下服务的方式 为市民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线上直播从本月11号开始 在汕头电台 开设每周两期的 心灵驿站 电波中的心理碰撞专家访谈节目 以广播情景短剧的形式 从心理科学的角度 帮助人们认知情绪 心理和行为 同时 将面向全职妈妈 职场女性 孕产妇 年轻家长 及家庭成员等人群 开展心理健康公益活动 项目还将在线下 开展约150场次的 心理健康宣传培训活动 预计受益人群400多万人次 助力建设 美丽幸福汕头 上个世纪50年代 南澳县女子民兵炮班成立 成为第一代 南澳女子民兵海防力量 60多年来 女神炮手的战斗风骨 在一代又一代的南澳女子民兵连 传承彰显 如今 面对新时代赋予的新任务 女民兵们初心不改 学习新知识 掌握新技能 接力助手海岛 出色完成 海防巡逻 之前演训 抢险救灾等任务 书写新时代金国奋进的 精彩华章 近日 南澳县女子民兵连 被全国妇联授予 全国金国建功 先进集体称号 虽是阳春三月 但南澳岛海风依然凛冽 刮得人睁不开眼 沙滩上 女民兵们一身戎装 手持钢枪 盾牌 坚持巡逻直勤 像南澳的天气呢 它的大风的天气是很多的 而且它经常是达到 八九级大风以上 但是呢 也没有影响到我们日常的训练 如果是在台风临近的时候 我们会加强在海边巡逻 以及帮忙 帮渔民就是绑定一些船只 参加更多的活动 掌握知识 然后当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也要积极去救援 我的父亲以前也是一名老民兵 我的丈夫也是一名男民兵 所以到我这边 我们算是一个民兵家庭 对我平常的训练 他们也是很支持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 云澳镇老园村十二名 瑜伽姑娘组成的 女子民兵炮班 成为第一代 男澳女子民兵海防力量 1964年 女子民兵炮班 参加军民火炮射击大比武 一举夺魁 被原广州军区授予 女神炮班荣誉称号 如今 女子民兵连学历 尽为大专以上 其中还有不少海归 形同多种语言 编写保障作战英语手册 娴熟地操作无人机 他们用新知识武装头脑 以新技术践行担当 就是演练到 就是比如说有人 有人在那个孤岛 可以高空对他喊话 然后呢 确定他是否有意识 我们州军区队会过去救援 我们有救护队 可以过去进行行为复苏 等一系列的一个急救 我们地处明月交界嘛 然后我觉得在海防意识 在国防意识上 我们要不断地提升 还有就是我们要不断地提升 我们的一些自身的技能 提升我们的这个备战 备战的意识跟备战的能力 通过演训实战魔力 南澳县女子民兵连 致力培养一支 平时能参与海上巡逻和侦测任务 战时能自主驾船 协助物资运输保障的 海上清旗队 编设救护 技术保障等六个专业分队 他们融入驻岛部队 开展专业强化身训 执行海岛巡防任务 一百多次 十七次完成应急救援 海上搜救 比武演训任务 圣战能力不断提升 向这里更有文化 更相近 比我们更聪明 一代一代团下去 我就很高兴 他们年轻人 是经常知识高 带有作为 以后我们要把那个南澳 扩建成国际的旅游区 女民兵的英语和他们交流 所以扩展我们的知名度 一支联队 一种精神 一份传承 年轻一代的精神风貌 让老一辈女民兵 感到无限欣慰 阳光下 他们一起唱响 传唱六十多年的 南澳女炮联歌 当铁的真理 谁说的家 这是中国的海盗 为武的大号建设的海面 这是中国的宝宝 记者从城海区获悉 国道五三九线连阳大桥 至南澳大桥工程 即南澳联络县一期工程建设 有序推进 建设地面清表 软机处理 陆基填柱 陆续铺开 南澳联络县一期工程 位于城海区 全长约十一公里 设计双向六车道 批付预算总投资 近二十亿元 项目分两个标段进行建设 其中一标段长约五点七公里 今天上午 接着在一标段施工县程看到 部分路段软机处理已基本完成 工程二标段长约五点一二公里 已累计完成产值一亿元 从项目终点东海岸大道 一直到这个中央大道 一点五公里 陆基填柱已经全部完成 我们今年的话 一共排的计划产值是1.5个亿 在今年底的话 要完成全线的路基填柱 以及这个桥梁装基础和下部结构的施工 城海区将克服路线规划范围内 楼房工厂 以及通信排务管线 高压电线较多的困难 大理推进拆迁工作 施工方将加快对工程一期路段 进行软机处理 把地一交出来 我们交一块 我们马上就施工一块 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见缝插针吧 应该什么见缝插针 能够做的我们就赶紧做 南澳联络线建成后 将改善城海区 及南澳县初岛交通条件 构建华侨试验区 汕头临港大型工业园 六合核心区 对外快速通道 近来 我是干旱少雨 森林火浅红色预警信号 持续生效 是森林火浅的一发期高发期 我是各地落实措施 加强防灭火工作 今天上午 记者在桑普山入口处看到 京平区陀江街道 应急管理局 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在这里把守 检查过往车辆及人员 杜绝携带纸前 蜡烛 鞭炮等 毅然异爆物品上山 清明节将至 一些市民为避开扫墓高峰 提前上山祭扫 为此 京平区高度重视 对各墓区林地 加强巡查监管 我们街道 在各个主要性三路口 思考进行检查 严防火种进山 我们也通过无人机 还有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 进行一个空中的巡护 以提升巡查的效率 清明江至呢 在此我们也呼吁 广大群众文明记少 上山时呢 能够自觉遵守 森林防火的相关规定 严防森林火箭发生 这几天 他们这个民俗活动比较多 很多人都是基本上 能够遵守法律法规 不带那个前职啊 不带火种上山 但是还是有个别的 有带 现场发现的 有在烧浅子的 我们立刻就叫他 把它灭掉 用水灭掉 近来 我是个景区景点 也加强防火措施 在确实塔山风景区 管理人员和志愿者 引导市民游客 扫防火码 并向大家宣传森林防火常识 现在是比较干燥的季节 那实行这一个的话 再扫这个二维码 大家也比较有职任 去做这个防火意识 我们游客进入我们景区 是需要少防火码 然后门岗人员对火源火种 都有严格的检查 杜绝一切火源火种 进入我们景区 然后加派人员 人手在商上各个点位 巡查 对游客出现的那个抽烟等 不文明现象及时制止 根据气象部门的信息 今年以来 我是降水量仅27.7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少72% 大部分地区气象干旱程度为中旱 朝南南部地区 气象干旱程度为重旱 2月24号至今 是气象台持续发布 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 有关部门提醒市民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介绍时 应自觉杜绝携带 液燃物品和火种上山 可采用鲜花等文明环保的 介绍形式 减少火灾隐患 好观众朋友 这次的汕头新闻节目 就播送完了 获取新闻资讯 请关注汕头新闻 视频号公众号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